从大概2011还是2012年开始,我是一直在跟田园基敏在网上论战,因为田园基敏一直是鼓吹,什么人权啊,普世价值啊,来自基督教,什么自由民主来自基督教,什么美国是基督教国家, 其实这一天,就这类网上说的,这个就是包括,其实田园基敏最主要的,这个观点其实是,没有基督教话,就没有息怒我,可见呢,基督教右翼,这个洗脑啊,是确实厉害,因为就从洗脑上来讲, 共产极权组织的洗脑实际上是后来者,真正的祖师爷,实际上是一神教的基督教,他们的基督教在洗脑上是最厉害的, 当然了,这些伊斯兰教也不慌多让,当然要稍微,症状稍微轻一点,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 因为这个殖民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这个因为殖民主义的刺激,再加上一些具体的事件,比如说以色列的建国啊, 包括两一战争啊,这类的东西,不是两一战争,就是伊拉特战争啊,这类的地方是刺激的,结果, 再加上他们这些国家呢,多数在政治上的落后,宗教势力呢,都比较强大, 所以说呢,这些国家呢,这些伊斯兰教呢,反而会越来,就是在有些国家, 当然跟华哈密这个运动,这个也有和他们的关系,就是, 反而,这个不如伊斯兰教初期的时候,在鼎盛时期 不是两次伊拉特战争吧,第一次叫海湾战争,第二次叫伊拉特战争,好像是这样说 不如那个时期更加自信,更加,这个,不那么极端了,现在呢就是,极端的比较, 当然也是,也不是,毕竟是十几亿这个穆斯林,极端的,也是少数, 但是,确确实是,穆斯林国家都缺少了启动运动的心理, 缺少了现代这个,这个,现代民主制度,世俗化的心理。 你爸,你不要搞这个,我穿粉咋的,我穿粉,我就支持川普咋的,不行啊, 我说川普哪块做的对,你就说川普哪块做的不对,就完了呗, 我说川普,你也说川普, 我说拜登,你也说拜登,你说我干什么? 你们这些挺拜登的人,眼睛一说,不是基本造谣, 就是,就是,无中生有,你啥你们也说不出来, 我上周说那俩事,你回答我,有没有? 德克萨斯州把国家军队赶了去, 他们要下令让德州拆除边境铁丝网, 德州就不拆,有没有这事? 原来,我,他原来光知道,是从那个天津往里放, 后来又知道,即便开飞机,上夜就憋着国家, 往,往往美国拉,一飞机一飞机往回寄啊, 我操他妈的,你跟那些挺拜登的人说, 啊,没有,我造谣,那你就认为造谣去呗, 美国有一天,这基本分门离席了, 你还得说是川普搞的,要我是川普, 我才不选,就让你这个拜登搞, 我,你要吗,你,我让你再搞四年, 我看你能把美国搞啥比啊, 操我妈,死不死, 你不用说别的政策, 你就是,你就打个比方, 你个大欧人家,挣了很多钱, 你他妈的,这个家长, 陈天他妈从外边往家里招他妈乞丐, 你这家不早晚有一天就得记不拜了, 那不就是简单的道理吗, 那还用多深的理论来解释吗, 全家人努力挣的钱, 都得记不,都搭在这些这些乞丐身上, 开了门随便往里放, 卧槽,哪有那样的国家啊, 不用说别的国家, 就中国人这么远, 都走进去两万多了, 马斯克接手了推特之后, 公布那个, 那个十八次公布那个文件, 说明多少问题, 你们那么不知道吗, 撞聋作哑啊, 那民主党跟他们推特和他们FBI, 勾结在一起, 就打压川普的利益, 把了FBI还给他们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奖金, 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就是无知, 十多年前, 拜登家族就接受这块钱, 有名有姓的给他送钱, 就起一个中国人, 你们不知道, 那你美国的银行和什么的税务的, 都出来作证, 国会都质询过的事,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是不知道, 你们就装聋作哑啊, 到这个时候你们就装手啊, 你知识谁反对谁, 你喜欢谁讨厌谁, 你不得根据他的行为吗, 你不得根据他, 你听他说啥, 你得看他干啥了, 他都做过什么事, 你说那么川普, 一个接一个, 那拜登和他家族那些事, 那么多都应该法律追究责任, 司法系统为什么不问责, 连他问都不问, 上国会咨询调定就急不走, 别人要藐视国会都得抓起来, 他他妈, 拜登的儿子藐视国会, 连问都急不不问, 那就司法公正啊, 美国司法就是滥透了, 按那妈强奸罪起诉, 完了他妈性侵犯事实不成立, 他整个诽谤罪, 咋诽谤你呀, 就是你都判了, 性侵犯不成立, 我他妈说你啥都, 我就说你诬告都是, 有道理的, 完了他念, 按诽谤罪提诉, 要求赔偿一千多万, 法院给判罚了他妈八千多万, 这叫他妈司法公正啊, 我操, 你们家司法公正是这么公正的, 你说我强奸你, 我说我没强奸你, 我说你污蔑我, 你他妈造谣, 结果你判了也是事实不成立, 完了就成了我诽谤你了, 你懂不懂法, 性侵和强奸不是一回事吗, 反正你们这些那么的败粉, 还说人家那么穿粉, 你行了, 你认为正义就正义, 行不行啊, 你就认为行吧, 你不要跟我俩讲了, 我不想跟人家讨论这些事, 像你们这些人啊, 就是欠让他妈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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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的司法, 受是你们几回, 你们就他妈知道了, 要不然你们永远他妈也不知道, 性侵成立了, 那不就是苍蝶了吗, 难道性侵还能瞬间, 瞬间还叫性侵, 性侵不就是强奸的代名词吗, 性侵不成立, 就是说没有他妈性侵的事, 只有他妈诽谤, 性侵成立了, 那不就判了吗, 对吗, 就是说没有他妈咪的quinho, 是说没有他妈咪的直送的你吗,